哎呦我们害怕旁边的人 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 其实大部分的哎呦 我遇到年轻哎呦 他们其实最怕一件事情 是身边的人 不断在提醒着他们生病了 因为很多可能 大家可能我们去想说 朋友生病了 我们想去关心一下 那可能问的第一句话是 你现在身体还好吗 可是对于我们一般 没生病的人来讲 我们见到朋友第一句话 不会去关心说 你身体还好吗 我们可能会说 哎呦你最近看什么电影 你最近吃了什么东西 我都问你又不死 对就是可能 年龄全不一样 对可能就是生命阶段不同 所以可能大家看待这件事情 就会有不一样的重点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问他什么 其实就像一般朋友就是 你平常会跟他讲什么 你不要因为他生病 而改变跟他的互动方式 对因为我们其实会去 今天出来喝酒啦 这样吗 没有啦 你们这种朋友我们就这样啊 对也可以啊 因为我们也有听到 听到有人说去病房就说 飞舞要不要去吃炸鸡 就一样就是大家就是 他就会病友当下就觉得说 还好你没有把我当作一个病人 他已经可以过正常生活 对其实就是不要一直提醒他们说 你生病了 你生病了 你生病了就好了 那我问一下 所以你希望人家去探病的时候 最希望人家跟你讲什么 最希望你说探病的时候吗 或者是你是个病人 还是你根本就不希望人家探病 我其实不是很 因为我觉得有两种类型 有些人是希望大家一直来看 但是对我来说 一个少女然后头发都掉光 然后面黄鸡兽那时候我不太希望别人来看 对这就是我的事 就是很多人不希望人家去探病 可是没有去看 觉得过不去啊 就是总要业绩做一下嘛 传简讯给我啊 我会回 简讯就好了吗 对对对 简讯就可以了 是哦 对对对 然后我另外 在这里去人看 有时候是还是还是 有时候就电话表达 对对对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不去不好意思 大家都去了 哎呦 对不对 但其实有时候这对病友来讲 会是一个压力 干扰 因为有时候他们刚生病的时候 他们其实自己 持续是很混乱 对 他可能还在厘清自己 接下来要怎么做 那这时候就有很多的关怀进来的时候 他有可能也没办法静下心来 好好去面对大家 去跟大家互动 那按理说有一些 矮友的家长会有罪恶感 哦对 因为我们主要是 以年轻病友为主嘛 那很多人可能是 几岁算年轻 我们国际定义是 20 25到40嘛 但是就是说 我们也差不多是这个族群啦 对但是 所以你们的族群我是进不去的 哈哈哈哈 没有啦因为我们 比较了解年轻人大概在想什么 所以我们想说先聚集这样的病友 那因为大概这个年龄层 大家跟自己的父母的关系还比较紧密 可能还没有各自的家庭嘛 所以跟父母关系还比较紧密 那一发病的时候 有时候父母就会很着急啊 因为就是觉得说 小孩就是生病了 有些父母可能就会责怪自己说 是不是我把不好的基因传给他了 因为有些人迷思里面会觉得是基因嘛 对那有些人也会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煮饭煮的比较少啊 让小孩外食多啊害他这样 所以父母有时候会想要弥补 所以父母有时候会想要弥补 就会像有的病友可能 在台北工作上班 然后妈妈就可能从南部就冲上来 Katherine Liberty 我以为说没吃好没照顾好 没有就是他们会上来洗工作 라 ס 但是可能因为 我们讲北漂青脸 可能就是住在一个小房间小套房嘛 那个空间不大 那父母有时候可能就是拿一张板凳 坐在床邊然後就盯著就是 天啊壓力好大啊 就像小孩可能躺在床上休息 然後他一睜開眼睛一動一下 然後媽媽馬上就說 要吃水果嗎 要喝茶嗎 就是這種有點緊迫盯人的感覺啦 大家都知道父母是出於好意的關係 但是病流來講還是有壓力 就是會覺得說可以給我一點空間 就是因為自己也需要消化一下這些負面的情緒